大家好,欢迎来到点新闻,我是方希,每周一至周五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三,近日一起令人痛心的事情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58岁女病人因发烧和咳嗽,在4月16号晚到东区医院急诊室求诊, 却在17号下午被发现在急诊室等候区无障碍厕所内失去知觉,抢救或不治。 树立整个事情的时间线,该名女病人是在16号晚上约11点到急诊室求诊。 由于被初步评估为次紧急类别,该名女病人或安排到急诊室等候区轮候。 经过了通宵后诊,等待了约12小时之后,终于在17号早上11点15分等来了医生为其进行诊断。 医生认为她情况稳定,所以安排她回到等候区等待进一步检查。 到中午约12点30分,医护人员准备为该病人进行进一步检查, 但职员先后于等候区及透过广播系统呼叫病人名字,却未能找到病人。 下午约1点45分,医护人员再次透过广播系统呼叫病人,病人依旧未有回应。 到下午4点半,医护人员在急诊室等候区无障碍厕所内发现病人,失去知觉,随即为其进行心肺复苏。 病人最终于下午5点06分不治。 病人到急诊室求诊,通宵等候都没等来做检查看病,却猝死在急诊室厕所,这不禁让很多市民唏嘘。 其实,香港公立医院急诊室轮候时间长,一直广受诟病,有市民更用等到死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次事件。 翻查资料,自2020年起,公立医院已发生至少4起急诊室病人等到死事件。 例如2021年,广华医院也有一名63岁长期病患,在急诊室等候区,等待前往病房时离世。 这些悲剧多数发生在服务高峰,香港公立医院急诊室服务长期供不应求,尤其是呼吸道疾病高峰期,市民往往要轮候长时间才能见医生。 近日,多家医院的急诊室一度要轮候超过8小时,病人等到死的悲剧一再发生,反映本港公营医疗服务严重不足, 迫切需要多管旗下增加人手,提升服务能力。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今天表示,对事件感到遗憾,判对家属置疑被问。 他提到,事件已转交死因裁判庭跟进,将根据调查结果,检视改善方法。 对于事主在急诊室曾经长时间轮候,卢崇茂说,明白这个情况不理想,当中涉及医疗人手面对的问题,政府已运用多个途径及方法处理。 的确,急诊室服务供不应求,轮候时间长,主要原因之一是医护人手长期不足。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加快培育本地人才外,还必须广纳人才。 医管局的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近日有83名内地医护抵港交流,可在一定程度上舒缓公立医院医护人手的不足。 医管局透露,最快年底会再有约100名内地医护来港,期待计划能够不断扩大,进一步弥补本港医护的人手短缺,保持医疗服务稳定。 本港近年也加大了输入海外医护的力度,例如前年本港修例准许认可院校毕业的港人医科毕业生可免试来港职业,为本港引入外地培养医生迈出一小步。 但医管局去年下半年透露,仅接获30到40名非本地培训医生的查询和申请,其中只有5人初步符合资格,难以填补本地医护的空缺。 根据医务卫生局上月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会仿效引入海外医生的方法,引入海外护士,只要在指定机构做满一定年期,即可免试职业。 有专家指出,政府要加大相关计划在海外的宣传力度,不实检讨计划实施的成效,吸引高质素的外地医护人才来港服务。 另一方面,卢崇茂也提到,流感高峰期公营医疗系统面对庞大压力, 呼吁非紧急病人可优先考虑使用普通科门诊和私家医院或诊所,不要前往急诊室,避免影响真正有急切需要的病人。 善用私营医疗市场的资源正是减轻公立医院急诊室压力的另一出路。 政府去年底公布的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提出要广泛运用市场能力, 以共同承担原则推行由政府资助的基层医疗健康计划,强化一人一家庭医生的概念。 蓝图的重点措施之一是在今年第23季推行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 资助市民在私家医生诊断常见的慢性病,降低慢性病患者对供应医疗的需求。 期待政府能与医疗业界尽快制定详细的计划和落实时间表, 以公司医疗合力分流医疗需求,从根本上缓解公院压力, 解决市民看诊沦厚时间过长的问题,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